來到義大利羅馬 遊客幾乎都會做這件事 朝羅馬地標特雷為噴泉 投硬幣許願 才算到此一游 但這座十八世紀 屹立至今的古老噴泉 目前正在整修 當局只得想出替代方案救急 設立迷你版本浴缸 延續儀式感 我認為是很甜蜜的姿勢 讓人們仍然可以做這個 而他們正在整修 有人覺得浴缸版很可愛 但也有遊客不買單 想像是很酷 他們就像是原來的 原來是像是原來的 你們怎麼會這樣做 對 絕對 因為我們必須為孩子做的 相傳投下一枚硬幣 未來將重返羅馬 兩枚意味會在此邂逅愛情 三枚是會和戀人結婚 但要順利投進去 沒這麼簡單 不過大家 大家依舊樂此不疲 每年從噴泉內打撈上來的硬幣 多達一百五十萬枚 都捐給慈善機構 除了玉港許願池 羅馬當局還安裝新的便橋 在約兩個月定期維修期間 遊客能從不同角度 近距離觀賞 精美巴洛克風雕塑 橋面每次限制一百三十人通行 即使維修中也有獨特的美 不過傳出未來計劃向外地遊客 收取兩歐元約台幣七十元費用 永恆之城的魅力是否會打折 有待觀察 暫地新聞 柯雅涵報導 每年雅涵報導 我會打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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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會打折